我上大学以前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结果在大学活生生的养成一个不良习惯 就是午觉 这怎么养成的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北大有严格的午休制度 图书馆教室在午休时间是不开的 我没有午休习惯的忙孩子 想去自习是不可能的 你在宿舍大家都睡觉 你就得跟着睡 就一直睡到现在 中午现在不睡觉 还觉得感觉一个什么事没干一样的 就是在那时候 比如来北京之前十几岁在老家 那时候你对未来人生有什么渴望 向往 我还是挺有理想的一个人 有人说天将降大人与私人与的那个意思 当然我没怎么 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事情的一个感觉 我是很少有那种好像找一工作踏踏实实的就过一辈子拉倒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实际上最后就是读书了 好像念书读书教书写书 就是一辈子基本上不做他想 什么时候觉得塔项自己要以科学史包括科学哲学为塔项此生的一个重心 其实硕士上就已经开始了 到硕士期间的时候才发现了科学史这个学科好像还在中国还没开始了 那你就有义务有责任来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 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后来这个理想就很不容易实现了 所以以前有记者问我你的报复 我的报复现在越来越跌低了 跌到什么程度 我这辈子如果能把这个学科搞成正常学科就不错了 科学史的出现它是因为科学做大之后 科学家人文学者互相不怎么买账 比方说理科生很傲慢 造成两种文化的冲突 所以人们觉得这不好 我们要搞统一 所以第一代科学史家萨顿他的一个名言就是新人文主义 就是要科学的人文主义 他觉得学科学史是大桥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就不一样 他不是说科学人文的桥梁主要做中国古代科技史 双重背景 一个就是说中国近代落后 鸡皮鸡肉需要从祖先的成就里面寻求安慰 另外一个50年代中国被封锁 希望通过这个来突破 所以中国古代叫科技史从来不叫科学史 他没法说 您自己什么时候清晰的意识到 科学与技术不同 更清晰明确的意识到这一天 90年代我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的观念》 里面有一章是讲中国 就是说质疑李悦瑟问题 李悦瑟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第二句话说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两句话是配在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李悦瑟的难题主要是喜欢第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我们听得挺舒服的 错的就是这句话 其实自然种的进化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步骤都是反常的 科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反常行为 为什么 科学性思维方式它最大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发现了自然 发现自然什么意思 就是发现了事物之急 原始思维里面最基本的思维是互胜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以前有个法国人类学家叫做列维布里沃尔 他考察过种原始民族 所有的原始民族他的思想方式都是互胜 渗透的渗透 就是万物普遍联系 那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人都是一个生态人 生态的存在者 给我们的周边环境都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正常的人都会认为我们跟周围是有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 现在水突然跳动一定是某些鬼神的作怪 假如现在此刻地动山摇 那就是中国话讲 那就是天道对人间产生愤怒 中国思想它把互胜率做了精致化处理 精致化的版本就是天人合一 天地人三才 它是以某种人格化的方式来贯通的一种东西 只有希腊人第一次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物有其自身 这是挺惊天动地的一个说法 你比如说 希腊人认为地球是个浮在水上的一个东西 像船似的 地震就是晃又晃又糟 所以这个船它自身有一个逻辑 这件事情后面就被希腊思想家给升华了 后来就突然一个所谓存在这个说法 这个病这个词就出来了 它其实说简单就是说 事物有自身就是第一定律 我就是我 你确认有我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始终的变化之中 这就是希腊思想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你承认有个自己之后 你就把不变分为最高的东西 而变反而成了一个假象 这个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市场 中国思想比较喜欢无我 你说你有我 那你所谓明文不化 所以中国思想对那些固定不变的东西 它是鄙视的 什么僵化 什么教条 中国人讲最高的是生生自为义 变着 有变就有希望 希腊人会认为你那是假象 知道吧 你把一个筷子插到水里去 筷子弯了没有 你看见是弯了 拿出来又直了 这怎么回事 就证明你看到那个弯肯定是个假象 所以希腊思想一旦承认事物有自身 自己之后 它就引发很多问题 它就要承认世界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表象 现象 甚至是假象 一部分才是背后那个本质的不变的那个东西 咱们打个比方 这个圆 有这个东西吗 你见过圆吗 我当然见过了 小孩脑袋都挺圆的 它真的很圆吗 那当然不圆了 也就是我们见过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圆 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人类的知识是来自于你的经验的话 那请问你从来没见过圆的话 你怎么会有圆的概念呢 这就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人见过真正的圆 可是我们居然都能把这个东西叫成是圆的 那柏拉图那就 他就特别好解释了 说那是因为我们有圆的理念 然后我们才能把它定义成圆 我们才能说脑袋是圆的 才能说脑袋不够圆 才能说这个杯子口是圆的 或者不够圆 那是理念中的圆 那个圆它是根据概念定义出来的 这个事项非常深刻 通过概念 我们是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推出来的 就是用简单的element principle来组建整个大全世界的丰富的多样 构成一套稳定的 严格的固定的一些关系 这就是科学 所以万古不移的那些定理 那些公理 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废话 欧式几何的那几个公理和公社都是废话 公理就不用说它了 公理全是废话 第一公理 等量等于等量 第二公理 等量 加等量等于等量 第三公理 等量减等量等于等量 很多人已经很不耐烦了 你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第四公理 全等者全等 第五公理 整体大一部分都是废话 可是它推着推着推到最后就很多东西就不是废话了 你比方说比达格拉斯定理 你觉得是废话吗 那不是废话 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个事好像不是说你一眼能看出来的 你如果不经过理性的自我的修炼的话 你大概永远在黑暗之中 完了这一下西方思想的动机就出来了 它为了使人成为一个人 所以不断地讲自由 理性 真理 启蒙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周克珍这一代人 其实周克珍这一代人是非常纯朴的接受西方科学教育的一代人 他也是最早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是求真 他说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本质科学的精神是什么 他说那就是不极厉害但问是非 八个字 这个事项在中国文化里是破天荒的 说得好 是吧 不极厉害但问是非 我们以前是不理解 哪有这种傻人 所以到了新世纪 这时候你就发现 你开始觉得中国科学不行 是因为我们穷 没钱 后来发现我们钱也挺多的 投资越来越多 怎么还投不上去